各位朋友,我們感覺驕傲,我們感覺開心 因為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朋友參與這個活動 剛才有兩批年輕朋友為我們表演 他也是表達他心裏面對六四的感覺及對中國的盼望 我們最需要的就是這一幫人 支聯會最重視的就是年輕人 我們必須要身火相傳,代代接棒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多謝為我們演出的朋友 多謝這幫年輕朋友,好嗎? 多謝你們 現在,請聽丁志琳教授跟我們講的一番說話 親愛的香港同胞們,親愛的姐妹們 今年是六四十五週年,你們舉辦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 我雖然不能前來參加你們的活動 但我的心是同大家連著一起的 你們沒有忘記十五年前的那場大屠殺 沒有忘記在那場屠殺中被殺害的同胞們 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因為這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做到的 此時此刻,我作為一個六四死難者的母親 作為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的一員 心情很激動,也感到很大的寬慰 前不久,我與張仙玲、黃金平女士遭到中國安全當局的無理激壓 香港各界同胞發起抗議示威 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我們三人 這是我們在獲釋以後才知道的 再次,我僅代表張、黃、兩位難友 並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 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們與香港同胞純齒相依,命運相關 在以往的歲月裡 你們始終不渝地為六四受難者聲張正義 年復一年底為六四死難者舉行 祝光追蹈晚會 這完全是出於同胞手足之間的情意 多年以來,我和我的難友們都十分珍惜這份深厚的情意 這次我被擠壓期間 有關當局曾多次要我與香港方面隔斷聯繫 我的回答是,我不能做出這樣的承諾 因為香港有我的兄弟姐妹 他們也都同樣是中國人 這十五年來 我們同樣以同胞手足之情意 密切關注著香港地區的前途與命運 自九七回歸以來 我們眼看著香港的自由 一天一天被侵蚀 港人的民主訴求 日勝一日造打壓 如今,港人治港的承諾已變成了一局空話 惡發治港的枷鎖正越來越緊地套到香港同胞的身上 我們對此深感憂慮 我們絕對不願意看到事態的繼續惡化 多少年來,血和淚的犀利 使我們深深懂得了人的自由之可貴 一個人如果失去了自由 也就失去了一切 一個人如果被剝奪了自由 也就被剝奪了一切 多少年來的艱苦抗爭 更使我們懂得了這樣一個道理 自由與奴役,民主與獨裁 形同兵判,實難相容 事實說明 一個專制獨裁的中央政府 絕對容不了一個自由民主的香港 因此,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 中國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早日實現民主 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不僅是大陸人民之福之 同樣也是香港人民之福之 因此,無論是大陸同胞還是香港同胞 都有責任做出自己的努力 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卸起手來 我們期待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 在東方崛起 那才是真正的和平崛起 讓我們記住那些 在六四慘案中被殺害的同胞吧 他們已經離開我們15年了 人死不能復生 我們今天紀念他們 唯一能做的就是記住 當年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發出的呼聲 記住他們當年成為自現身的天安門理想 丁子玲,2004年6月3日 各位朋友,我們是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成員 我們是一班由香港的宗教和人權團體組成的組織 我們是希望可以支持到天安門母親他們這些正義的訴求 我們透過教育和遊說的工作 希望可以達到政府不會再去逃避他們的責任 Difference with Attainment Mothers Campaign A solidarity group that acts in support of the demands of the Attainment Mothers We hope to end, we hope to achieve a world without impunity by education and lobbying 在今年,有一位朋友,金沛慧 她為了這一班天安門母親寫了首歌 叫做天安門母親的呼喚 The Attainment Mothers This year, a friend, Mary Ann King has written a song for these Attainment Mothers The Abuse of the Attainment Mothers The Attainment Mothers The Attainment Mothers The Attainment Mothers 十五年之前,有一班年輕的朋友 他們為了他們的理想 最終他們賠上了他們的性命 他們的親人在悲痛當中站了起來 他們的親人也在他們親人倒下的地方站了起來 鹿兒 以愛勇敢繼續抗爭 盡力忘掉痛的奴憤 要為無然使者道德公運 叫換人民無具象者母親 在這十五年以來 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他們沿著一絲一樓的線索 去尋找死亡 去記錄死亡 直到現在 他們已經記錄了182位 死亡者和失蹤者的名單 這些名單正是有力的證據 去拆穿政府的謊言 因為政府去說 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過一個人 但是在丁子林 他們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所記錄的名單裡面 最少有三位 是死於天安門廣場 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他們自從1999年開始 他們每年都去信 給最高人民檢察院 要求立案偵察 六四事件的真相 他們要求 將應該負刑事責任的人 承之於法 但是這麼多言以來 最高人民檢察院 對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他們合法的這些控訴 不聞不聞 而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他們正義的行為 正正是成為了政府的眼中釘 他們每一天都面對著監控 他們的電話 經常是被竊聽 他們對外的聯絡 也都是被監視 每一天 生活在監控的陰影當中 而在今年 政府為了阻止 這一群天安門母親 他們再次 是遞交控訴書 給最高人民檢察院 由今年的5月25日開始 將其中的三位天安門母親 包括丁子林 張仙玲 雲文 軟禁在家裡 直到現在 都不讓他們跟外界有聯繫 公義是煤火良心的知人 堅決立地定天 不會是獨我一人 天安門母親 他們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都這麼勇敢 站出來去尋求公義 說出真相 我們在香港 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這些天安門母親 他們都會勉強地站起來 找到真正和正義 去奮衫 我們在香港的香港什麼可以做 入陰香港 強權壓不了悲傷 悲傷可轉化力量 力量 力量原子於真相 真相越戰越強 強權押不了悲傷 悲傷可絕化力量 力量越至於真相 真相越戰越強 意外勇敢去繼續抗生 盡力別忘掉痛的怒憤 要為無現世者討得公運 叫換人民無具象者無親 公義是每課良心的知人 堅決立地定天不會是獨我一人 堅決立地定天不會是獨我一人 各位朋友 今天晚上的節目我們知道是長了些時間 原因今天有很多年青人來到 很多年青人是第一次來的 包括我的女兒 她都來了 我很高興 年青人是需要我們支持她 我們渴望 世世世代代代年青人 給我們更進步 超越過我們 這個是我們的盼望 所以在這裏 在這裏懇請各位朋友 稍微忍耐一點 我們接納年青人 向年青人鼓掌好不好 好 多謝各位 黃丹 其實都是年青人來的 她有一批錄影帶在這裏 為我們打氣 現在 我們看看黃丹的錄影帶 為親愛的香港同胞 以及有機會到香港來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內地的同胞 首先我代表當年六四 參與過六四的廣大學生 謝謝各位來這裏參加紀念活動 那六四到現在已經整整15年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倒覺得六四非但沒有被人淡忘 相反的 她在中國歷史中可能起的作用的分量是越來越重的 每年的這一個日子 就我個人來講 都更希望有機會能夠到香港來 到維園來跟大家一起參加紀念活動 因為我覺得在最近中國的政治發展的歷史中 香港越來越扮演著一個 中國的良心的角色 尤其是七一大遊行 使我們在海外的華人都感到備受的不悟和欽佩 那未來九月份的香港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同樣期待說香港人能夠團結一致 用強大的民意來展現香港人追求民主捍衛自由的決心 那我想六四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民主是靠自己爭取的 我們只有團結起來展現民意 才能夠迫使當政治 放棄更多的自由的利益 能夠給我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的這樣的保障 各位 我覺得中國越強大 那麼香港的自由才能越有保障 那麼作為每一個中國人 他的幸福 他的榮譽才能更有保障 同時古今中外的歷史都告訴我們 一個沒有民主制度做支撐的制度 沒有民主制度的國家是不可能強大的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場的那一位 我們都是真正的愛國者 因為我們是支持平反六四 支持推進政治民主化的 相反如果反對民主化進程的 他們是不會成為愛國者的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在這裡 把我們個人對國家的期待 把我們個人對死難者的悼念結合在一起 希望我們能夠永遠堅持下去 謝謝大家 王君濤被視為幕後黑手 是我們第一次播映他的錄影帶 請看王君濤他心裏面的說話 朋友們你們好 我叫王君濤 1989年參加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被中國政府通緝 1991年因顛覆政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在我在監獄裡最困難的時間中 我得到了香港人民的支持 由於香港人民的支持 由於世界各國人民的努力 我能夠在1994年結束牢獄生活來到美國 我知道此時此刻 我可以站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 對你們講話 是因為你們的努力 我還知道 年年你們都在香港紀念六四 真的我很激動 我想香港人民從15年前開始 年年為追還15年前在中國大陸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失去的正義 這樣的做一定會有結果的 今天雖然我站在了自由的土地上 但是中國大陸還有許多的人 因為六四失去了正義 還沒有討完回來 那麼天安門母親丁子林為代表的 天安門母親的運動 還在為那些死難者和他們的親屬 討還公道而努力 我希望他們能得到香港人民 和世界人民的支持 還有在全世界各地 有許多因為六四 有國有家不能歸的人在流亡 那麼我也希望他們能繼續得到 香港人民的支持 今天你們又在紀念六四 我不能夠到香港去 我感到很遺憾 有一天我希望我能夠在香港 與你們一道紀念六四 但是那個時候我相信 中國大陸已經民主化 在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的老百姓 會跟香港人民一樣 有一個可靠安全 民主自由的政體 能像世界上其他的發達國家 和民族一樣 享受我們每一個人的尊嚴和權利 那個時候我希望能跟香港人民一道在香港 在北京公祭六四死難者 謝謝大家 各位良心未敏的同道人 大家好 我是支聯會青年組的秘書長 趙恩來 15年前的今天 我仍然是一個 志氣未脫的小蚊子 但是我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 在1989年 6月4日 在北京所發生的一切 那一幕又一幕 由血與淚所 讚捨而成的歷史 我仍然瞇瞇在目 每當我回顧這一段 血厭的歷史 每當我再一次看錄影帶 看到手無寸鐵的人民的 眼中的無助 每一次回顧他們 那個天真的理想 我都不禁感到無奈和悲痛 所以我們一班 志同道合的年輕人 組織了支聯會青年組 希望集合我們微小的力量 追求一個簡單的理想 平花八九民運 我們深信 只要能夠堅持下去 不向強權屈服 我們終有一天 可以在天安門廣場上面 為什麼我們手上捉乾 是不是 支聯會青年組 希望有志為中國民主奮鬥的年輕人 在今天之後 站到我們支聯會青年組的旗幟之下 為中華民族的未來 盡一點的勉力 支聯會青年組 現在呼籲各位 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年輕人 加入支聯會青年組 你們可以填堂 場刊上面的入祖登記表格 在集會結束之後 去到大家的左邊的秘書處 交回來的表格 為中國民主的理想 踏出成功的第一步 多謝各位 大學生 是社會的良心 對六四有他的看法 我們現在請學聯的代表 善家區同學 各位市民 我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同學 八九民運 六四屠城 在我們心中帶來的震撼 在十五年後的今日 並未消磨 無疑 中共當局 在六四屠城當中的冷血暴行 是令我們感到發指 憤怒 而同時 我們更加是記得 當年有一幫學生 有一幫市民 為了民主 自由 社會的公義 是敢於走出來 去表達他們的聲音 我們認為 當年 中共當局 的行為 是絕對不能原諒 我們現在除了要 悼念 當時的死難者 必須要求平反六四之外 我們更加要 是承繼當年 學生和市民 爭取社會公義的精神 作為一個學生 我覺得我們是責無旁貸 必須要對這個社會 作為承擔 在今天的香港 市民面對著的 是一個不民主的政制 市民要解決這個問題 實在是必須要走出來 承繼著八九民運 追求社會公義的精神 親身去 爭取下去 而我們學聯 是不會放棄 爭取民主的這份決心 接下來在六月 我們學聯 將會發動一個全港性的簽名運動 希望各位市民支持 最後我希望各位市民 跟我跟著喊一些口號 平反八九民運 民主永不放棄 建設民主祖國 還我普選權利 麻煩各位 各位 7月1日又來了 我們又上街了 我們要爭取07、08普選 是嗎 請民間人權陣線的代表 為我們說幾句說話 各位市民 你們好 首先 多謝大會 給機會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 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我們對六四 和七一的感想 以及反省 回想十五年前的六四 到去年的七一 我們認為這兩個歷史的符號 不單止成為中國 以及香港人民的集體記憶 更加成為我們延續人民力量 邁向自由、民主、公義社會的啟蒙 和動力的源頭 對我們來說 六四和七一 是有三點共同的意義的 首先 六四的記憶 揭示了 中國當權者 冷血和暴力的本性 為了 統治階層的利益 不適以威嚇和血腥的手段 去鎮壓意見的聲音 屠殺人民的性命 以及掩蓋 事實的真相 六四的時候 當權者說 穩定壓倒一切 七一之後 當權者說 穩定比什麼都重要 那難道 穩定比人命更加緊要 因此 可以隱瞞疫情 又難道穩定比人權重要 因此 可以專橫地否決普選嗎 這樣的穩定 只是當權者的穩定 而不是社會真正的穩定 第二 當年八九的民魂 代表著中國人民力量的覺醒 當年中國的人民 以他們實際勇敢無私的行動 去到顯示出 人民對公義社會的熱切的追求 去年的七月一號 數十萬的香港人 抱著對自由 民主 人權 公義的堅持 告訴全世界的 全香港和全中國的人知道 人民力量是不可以欺負的 十五年前 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 被坦克車 被機關槍鎮壓了下去 十五年後的今天 在香港 這個屬於中國的地方 我們延續著 十五年前的夢 第三點是六四精神 十五年前 祖國的人民要求 反貪污 反觀賭 爭取民主自由 六四同胞的鮮血 並沒有白漏 他們改寫了中國的歷史 緩醒了香港人的心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我們有責任要延續 這一份的六四精神 我們必須同心攜手 抵抗強權 反抗惡勢力的壓迫 為了中國 為了香港 民間人權陣線 在這裡呼籲大家 在接下來的七月一號 下午三點鐘 請你們和你們的親戚 和你們的朋友 穿著白色衣服 我們一齊再次來到維園這裡 我們在這裡和大家約定 七一維園見 不見不散 謝謝大家 各位朋友 根據統計 今天晚上到場的人 八萬二千人 我們感覺高興 感覺驕傲 大會宣言 請支聯會副主席 司徒李卓仁先生 六四十五周年 燭光悼念集會宣言 十五年 世去的時光 沒有磨滅我們 不想回憶 未敢忘記 的心中樂人 每年 在這個悼念的燭光中 以便 就響起當年的槍聲 坦克的奔馳聲 人民的悲憤立刻聲 眼前 就出現了 血淋淋的酸血和枕直的屍體 我們再說一片 不想回憶 未敢忘記 全中國的人民 不會忘記 全世界的人民 不會忘記 獨裁統治者 要把人們 心上這個樂人抹去 簡直是妄想 香港同胞和市民 走在者 不會忘記的 隊伍的最前列 即是那 獨裁統治者的魔爪 新到香港 不准再點燃起 這悼念的燭光 但我們心裡的燭光 也會點燃起來 永不熄滅 點燃起來 永不熄滅 今天 海內外千千萬萬的人 都期待著 看見我們這一片燭光 我們的燭光 我們大家高舉我們的燭光 高舉我們的燭光 我們的燭光 點亮了 他們心裡的燭光 即使他們手上 沒有景著蠟燭 我們沒有讓他們失望 我們永遠不會讓他們失望 這是我們的驕傲 多謝大家 這一年來 香港的上空的陰魂 越來越濃密 二十三條 強行立法被擊退 還會捲土重來 愛國論牽起了 愛國必須愛黨的瘋狂攻擊 人大釋法 封殺了0708普選 破壞了一國兩制 是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我們估計 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後 這陰魂將會帶來狂風暴雨 香港同胞 市民和支聯會 是經得起風雨的 讓我們將海燕搬呼喚 讓暴風雨來得更瘋狂奢 有給我們這麼勇敢的人 讓我們向丁子林等天安門母親致敬 讓我們向蔣元永醫生致敬 他們鼓勵了我們 是我們的榜樣 讓我們向他們學習 環政於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口號 今年紀念六四 支聯會也提出同樣的口號 香港民主運動 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因此支持和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 對支聯會內說 這是理所當然 而不容辭的 香港要還政於民 中國也要還政於民 這與支聯會的五大目標之一 建設民主中國是完全一致的 讓我們高舉燭光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環政於民 環政於民 釋放民運人士 釋放民運人士 平反八九民運 平反八九民運 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民主中共 建設民主中國 建設下緇 建持下緇 戰鬥到底 戰鬥到底 堅持下去 戰鬥到底 各位同胞 請我們全體收集 現在我們火化 由香港市民簽署的 調現策 以制止六四死難同胞 在天之靈 雷雅畫已在營望 畫已沒有人願望 平凡六四 還政於民 釋放民運人士 平凡八九民運 追究屠誠責任 結束一黨專政 建設民主中國 堅持下去 戰鬥到底 堅持下去 戰鬥到底 各位 我們再唱一首歌 自由花 自由花 是我們每一年都唱的歌曲 我們已經耳熟能長 讓我們放開懷抱 盡情地唱 歌曲 琼宗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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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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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